大批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美国 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放弃了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子去中国或其他地方 他们说美国的日益充满敌意的政治和种族环境促使他们做出那样的决定 2021年有超过1400名曾在美国受购训的中国科学家离开了美国 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22% 在过去一年中离开美国的中国和华裔科学家中 有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2021年夏天的一项亚利桑那大学的调查发现 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 十位华裔科学家中有四位考虑离开美国 一些华裔科学家说建议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限制 中国对他们的吸引率也不大 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一名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一名华裔人工智能博士生说 这两个因素抑制了他对回中国的日情 但他也担心成为美国政府的目标 他说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因为很多原因你不能去中国 但也你也不能快乐的留在美国 你不让自己治愈的 雨 你不让自己治愈前决 但是我看了 是不让你你治愈的 没有云